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着令人心疼的故事 他曾表示 直到自己30岁以前 都不知道妈妈是什么 从来没有被亲生母亲疼爱过 据《自由时报》 报导 洪兜拉斯出道后 在各大谈话节目 模仿节目中表现出色 在戏剧作品中的实力演出 更是受到多位评审的肯定 不过他其实从小就没有妈妈 出生于单亲家庭 每次都很羡慕邻居孩子有双亲 洪兜拉斯说 他不懂为什么隔壁家都有妈妈 然后他们可以说 这个是妈妈送的便当 这是妈妈送的 每次看到别人的妈妈经过 都会觉得 这个人叫做 妈妈妈 那为什么我没有妈妈 直到后来进入演艺圈 因为节目的关系 才终于在三十岁的时候 见到了自己的妈妈 虽然多年未见 但是自己却非常感恩 洪兜拉斯坦言 我也不晓得我该从什么地方感动 因为我不知道妈妈对我做了什么 曾经又做过什么 所以我一直很羡慕有妈妈的人 洪兜拉斯是被奶妈收养长大 三十岁后才跟生母相认 当时 生母将自己的家传镯子分成了三段 她说在我生命中 有三个女人是要保护的 我妈妈 我姐姐 还有我老婆 所以她把这个镯子分成三段 希望送给我人生中三个最重要的女人 洪兜拉斯与众星常表示 虽然小时候没有妈妈 但是很能体会亲子间那种羁绊 也跟大家呼吁 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 让妈妈也来照顾你 像我们没有的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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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中文字幕——YK